这是1940年日军为了封锁中国抗战国际运输线而越过广西镇南关侵略越南的真实影像 影像中侵华日军第五师团使用武力侵入越南也被日本军使称为昭和陆军三大下课上事件之一 现在日军监视组等人在中越边界查看越南到中国的公路情况 因当时越南被法国殖民统治 而法国已于6月16日投降德国并组建了被当傀儡政权 日本则于18日和19日连续通告法国被当政府 不得经过越南向中国运送武器弹药和汽车汽油等物资的通告 以及要派出由军事人员组成的监视团 在越南的北部港口和通向中国各边境地区的公路铁路终点 实地检查有无物资运入中国 镜头中数量满载物资前往中国的卡车被日军监视组用大树设置的路障所拦 这些物资全部被日军劫掠一空存放到镇南关日军临时仓库 镜头中日军派遣越南的军事监视团前往广西镇南关视察 镇南关一带驻军为臭名昭著的清华日军第五师团 镜头中日军监视小组经过镇南关而整个监视团军官成员有 日军少将袁华中方面军参谋西元一侧担任监视委员长 并有日军陆军大佐小池龙二以下23人和海军大佐柳泽藏支柱以下7人组成 镜头中是日军劫掠地运往中国的物资 其中包括水泥等建筑材料 现在是日军监视团委员长西元一侧与法国被当政府印之总督 让德聚谈判后的镜头 日本政府及大本营计划通过谈判 迫使法国被当政府同意日军和平进驻越南 企图把越南作为进攻中国云南 贵州四川及东南亚的基地 达到从路空两处切断缅甸进入中国的国际运输通道 镜头中是老街道昆明的火车摆停在老街车站 跌月铁路在日军监视组的要求下被抽掉了铁轨 而栅栏门外就是中国境内 镜头中的海防港口里 中国大量尚未预完的物资全部被日军扣留 监视团委员长西元一侧 向日军大本营报告用了堆积如山的字眼 这些本属于中国的抗战物资 还包括近4000辆汽车 以及16000桶航空汽油和9000桶车用汽油 在日军最后通牒的威胁下 法国被当政府最终同意日军 于23日7点30分进入越南 按照协议6000名日本士兵可在越南北部驻扎 并可使用驻扎地区的4个机场 此外特殊情况下 日军可将多达25000名士兵通过越南北部调到云南 并有权将广西南宁地区日军第22军的一个师 通过越南经海防调到中国其他地方使用 这种结果令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满意 并要求按计划推进 但日军下课上事件再次上演 协议好的和平入驻变成了武力攻占 镜头中日军第50团会按照协议规定 提前从镇南关向越南境内推进 日本计划的和平进驻变成了武力切入 而在此之前针对入驻越南 第50团已发生过违背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意图的军事行动 现在是日军进攻同灯地区的镜头 镜头中为1940年9月23日下午 日军正前往同灯城区 随后日军继续向亮山发起进攻 9月25日 把军在亮山铁路的阵地被日军包围后投降 现在镜头中的日军正向亮山城区行进 现在是1940年9月26日 日军第50团师团长中村名人在亮山进行阅兵时的镜头 但即不久后因此次的下克上事件被撤职 镜头中日军的第50团侵略越南后 中国自越南进口抗战物资的通路被日军完全切断 而日军的封锁战仍在继续 同年10月7日 日军在越南河内组成滇缅路封锁委员会 以越南北部机场为基地 对滇缅公路的主要桥梁进行狂轰烂炸 妄图切断全部的抗战生命线进而灭亡中国